第二个是什么呢 刚刚选评是什么 还记得吗 刚刚那个点是什么 还记得吗 不 刚刚那个是什么 物价差对不对 第二个是什么 展示性 为大家看一下吧 这个是我们做TikTok泰国的第三条视频 就破千万播放了 这样一个视频是什么 其实平平无奇 大家看一下就知道 啥感觉 好简单呀 不就是个照片视频吗 这个其实是什么 我们当时卖穿戴甲 就是指甲片贴上去这种 一贴你就能用了 对吧 但是呢痛点是什么 穿戴甲的痛点是容易掉嘛 对吧 所以我们当时打了一个痛点就是 我们家穿戴甲不掉 你只需要按照我的方法去贴 它就抠土豆 抠葡萄都可以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视频拍出来了 这个选品是什么逻辑 就是好展示 指甲嘛就不好看嘛 好看不会掉就好了 当时就展示出来之后 我们第三条就跑了这么多 当然不是每一条都能跑这么多 它也没有一定的运气成分 但我是怎么对抗运气成分的呢 叫做大力出奇迹 只要我们的方向正确了 我一口气起十个号二十个号 只要我知道这种视频总能报 那我多起几个号 它总是会跑得出来的 好 下一个是什么 叫体验感 体验感 我给大家看两个视频 是不是还挺有体验感的 一冲水就变色了 那这种体验感 它特别适合干嘛 特别适合让达人去帮你带货 因为就是那些网红达人 他们更愿意接什么样的产品 你去帮你带货呢 就是有体验感 它自己觉得好玩 自己觉得不错 对不对 它觉得好稀奇 那我们再来看一个 这个就是达人帮我们带的 好简单 就是达人帮我们带的 所以说当你的产品的体验感 很好的时候 他的这个达人也更愿意帮你带 你更能够去把你的产品特性展示出来 好 下一个叫做卖点的差异化 就是卖点差异化 我刚刚给大家讲过 对不对 我是怎么去帮那国企 去做食品的卖点差异化的 因为我知道很多的产品 我们要出海 你不能一来就跟我聊品牌吧 因为一来就搞品牌 会有个问题 就是我要烧多少钱呢 对吧 我要烧多少钱 就我一来就去做品牌 这一个目标是不对的 我们要兼顾的是当下的销量 那所以说当我的品牌 还是一个白牌 当大家还不知道我的品牌 当大家还不知道 为什么要去买我的东西的时候 我一定得有一个特别好的卖点 才能够让他来买我的东西 那这个卖点是什么 对吧 那刚刚我不是给大家讲了 关于那个健身餐的那个吗 这个案例本来是在这长的 就给大家去回忆一下就好了 我们那个健身餐的差异化是什么 每天都给你做好了 然后并且呢 给你配一个营养师 那这就是一个差异化 那比起别人卖的这个营养餐来说 我们既能够很方便 我们又能够给你提供一些服务 这就是我们的差异化点 他就你想啊 用户在决策买一个东西的时候 你得给他一个 马上就能决策的理由 要么就是便宜 但是我们不走便宜路线 对吧 那如果不是便宜的话 那一定是某一个点 他打动了我 要么就是品牌 我无脑相信你这个品牌 但是在我们都没有的情况下 我们一定要去找到 那么一个购买的理由 我光送你的咨询 就已经超过产品本身的价格了 那这就是理由 我能够帮行判就过产品了 我能够帮行判就过产品了 我能够帮行判就过产品的价格了